五七件报 带来金钱背后的故事 我是杨时光 好我们看昨天美国股市又出现 大幅度的一个拉回跟震荡 这个倒数指数在昨天 是下跌了270点 那引发了台北股市 今天也顺势做拉回 那盘中包括了日本跟香港 跌幅更是超过了1% 那我们就要观察 因为事实上美国股市 大家观看有注意到 其实最近的波动 一天大涨一天大跌 大涨大跌大跌大涨 所以事实上美国股市的波动 似乎有越来越放大的一个迹象 可是事实上 从整个金融商品的价格观察 感觉美国股市的波动率 反而是遭到了一个对赌 跟所担的发展 所以到底这之间 我们要再回来看VIX 整个美国VIX的一个部位 到底跟美国股市 最近波动性发大 放大出现什么样的一个 诡异关系 我们先从这个角度 来做一个观察握 那当然美国股市昨天大跌 主要是因为川普 又放大绝招了 特别是在昨天 在稍早时候传出 白宫的经济顾问扣恩 可能会宣布请辞 那扣恩这个人是谁 他可能是美国川普政府 最重要的税务改革 税改的推手 那一旦扣恩请辞成真 那川普的三支箭 包括了税改 包括了一改 包括了公共基础建设 这三支箭同时拖把 所以这个美国股市 昨天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拉回 到底川普的红利 是不是在今年的秋天之后 要开始结束了 我们今天特别请教的三位来宾 先从这个美国股市 最近已经出现很多的暗示性的指标 到这个川普政府 似乎执政超过半年 开始出现了三支箭的失控 我们第一位请教是 资深财制者丁万民 好 第二位请教我们分析师 陈宇农 好 第三位请教我们分析师 大K 曾幻文 五七金钱报 带你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最后公司的政治标签 是注射政文化的市场